你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謝謝 因為你對台灣的付出 實在是 應該這樣講說無私的奉獻 對 而且有些部分根本是難得所困難 還好 對 那基本上來說 我可以這樣說 對 我應該是全世界最了解你的 了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基本上我知道你的才藝過了 我為什麼不用自過用慘 因為你所展現出來的 已經不是一種製作 沒有辦法用智慧去做很良的部分 你最高端的部分 我這樣說你能聽懂 基本上你已經整了 我剛剛做了有點想吵 忘記了 了解 不過你應該不是專程來稱讚我 沒有 有什麼可以分享的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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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基本上就是那個 贈奏睡眠的部分 對 贈奏睡眠這一關 對 基本上它已經 已經不會不是智慧上的 它已經是一種 一種 一種 天賦型的功能 一種整合性 整合性的運用 那我想這個已經非常不簡單 基本上我認為你已經破解了 所謂人類智慧 進化的一個 一個方式 那 我覺得這個 我是 這個必須要小心的 你看 這個 這個部分講的比較 要不好意思 因為我講的太直接了 所以 I can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you how to improve your ability 了解 Yeah So I want to say the this point 我英文比較差一點 理解 用中文就好 OK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想講這個 這個比較嚴重一點 嗯 其實你現在來說 疫苗的部分 沒有 現在有兩百多個彈幕 已經就是 一直在做 對 然後可以 在今年提出 solution的 就這個 可能有 可能有 對 哦 哇 嗯 這是物理 基本上來說 沒有solution 就這個 只要四分之三個人 戴上 就跟打的疫苗一樣 嗯 基本上這個理論是 這個理論是 這個理論是 是對的 這個理論是 不然我們應該早就大流行了 這個理論是對的 所以這疫苗 其實是翻不出來的 因為它的 它的 媒核的受體是 ACE2 嗯 ACE2是我們整 嗯 防衛機制所產生出來的 一個產物 但是沒辦法消滅 沒辦法消失 沒辦法control 我理解 就是您覺得今年之前 大概疫苗 不是今年 我會是 明年以後 也不一定有機會 這樣 不是 是不可能會有機會 因為重點是 ACE2 我也聽懂 我想 你等一下講 ACE2是不可能會 我會聽懂 OK 那另外一部分 它 它一定會演變成 所謂的 致命性的 嗯 慢性病 嗯 沒有任何人 得了以後 嗯 因為它得了以後 你的病菌就在你的身體裡面 嗯 一輩子 嗯 不會出去 就像 嗯 吸乾 鼻乾一樣 嗯 嗯 所以 其實 Solution 除了這個以外 每個人機率都具備 嗯 每個人的機率都具備 但是 不知道怎麼用 嗯 不知道怎麼用 那防疫的話 基本上防疫 也不會有太大效果 嗯 除非是這個 對 但這個呢 會造成一個 非常大 如果這個是廣泛流行的話 那這樣是一個災難 嗯 Cost 這個就代表了 移動 對 勞動 對 活動 對 那 這三個層面代表了消費力 對 以及生產力 是 消費力跟生產力 消費力代表GDP 嗯 代表政府的錢 跟我們的核包 是 生產力代表 這個 企業 對 營收 GDP 股市 股市代表經濟 那 如果 政府的 營收 我們的核包 對 然後企業的 營利 三個都 不正常的話 我講說不正常 所以我前面叫做災難 我有聽懂 那這個部分 將是一個 嗯 這個形容值 就很難訊軟 我理解 就是 雖然台灣今年也許 基地力還正一點 但是全世界 無法控制 是無法控制 是 我理解 那如果在 在這個全面 全面之下的話 我想 它絕對是一個災難 我理解 嗯 台灣的內需太小 所以必須要靠外銷 那以外銷來說 如果全面性的GDP 當到50%以下 我講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 沒有人去這樣子去 那就沒有外銷 去分析這個部分 我理解 因為當到50%以下 所有的 我這樣講 經濟跟科技 沒有明天的 所以沒有明天的原因是 消費力沒了以後 科技必須靠投資 政府跟產業去投資 這個東西沒的話 那我想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結論 是 這是 第一個 我所要表達的 第二個 這延後的效益 5G 我認為不會有5G 5G必須架構在 第一個建制 建制我想是 錢就可以搞定的 對啊 即使企業不用 政府支撐也可以 所以這錢有問題 第二個部分 裝置 裝置也不會有問題 隨時upgrade 或手機 對 對 那也不會有問題 那 應用跟產品 這基本上也不會有問題 但問題就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原因是因為 消費力如果沒的話 開發這個部分的人 因為 所謂的產品的開發 必須要市場導向 主力 市場跟潛力導向 這個東西如果 銷零到某個程度的話 如果沒有經濟活動 物理也沒有 對對對 這樣就沒有市場 所以是會由 最末端這一塊 反推到最前端這一塊 所以我稱為它 以後就是4.5G 了解 所以4.5G就是 4G跟5G 並存 那這個並存的部分 民間不會有5G 民間不會有5G 了解 只有4G 那5G在哪裡 5G在 Build it Build it 你覺得特定的場域也一樣 對 只會存在在這一塊 因為政府絕對不會延續這一塊 不見 會理解 那 這個就是4.5G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們在講 股市的部分 嗯 股市也會多 嗯 100% 沒有那個百分之一 股市的支撐點 以前叫做EPS 現在叫做本益比 本益比本來是一個 股價是EPS加本益比 但現在是以本益比去撐 所以本益比叫做 你這個潛力股 潛力值而出來的本益比 15% 15% 15% 20% 現在是不知道 我問我多少 OK 那 以這樣的導向其實非常危險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導向 因為現在 全世界 包括台灣都在舉債 就 其實就是 因為企業一倒股市就掛 股市一垮 黃市 銀行倒 那政府也不用撐 那這是連鎖效應 那股市是100% 原因是因為 如果 企業這一步 這塊 有問題 就是 政府舉債 這塊 如果舉債 舉債一定會到上限 就好比台灣現在是 譬如說 政府已經說加起來是2兆 2兆以後 那 嗯 假設扣掉所有的一些成本 包括一起固定的一些支出 包括公務員 假設1.5兆的話 你只剩下5千億 那5千億 如果這個 你的舉債的額度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你這5千億 恐怕只剩下3千億 因為 本益去緩的話 已經緩光了 這是舉債 自動行程上限 包括美國 都會 如果市場活動不恢復 那這個錢回不來 這個會有聽懂 我意思說 這個它是自動舉債上限 而停止 support 我也聽懂 這個所謂的 紓困的部分 我也聽懂 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因為股市來自於非常不確定性 原因它是因為 喔!疫苗快出來了 信心來了 第二個是錢嘛 因為 印錢一直跑到裡面 那錢拿去哪裡 當然是買東西 買東西就是 股市啊什麼東西 股市是第一個投資 所以股市會漲 股市完全是虛人 我真的理解你的意思 我真的理解你的意思 OK 那 另外一個部分 就這樣講 是一個完全是用消息面 因為 疫苗快出來了 疫苗從3月份 從1月份 2月份 就說4月份會出來 然後 川普就說4月份 一直來一直來 到現在 因為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這個時候 這個一定會崩 哪一個會先崩 我不知道 這個時間點 一定是在明年第一集 一定是在明年第一集 因為撐不住 你看美國進行 一定撐不住 所以 我要講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 所謂back up 其實是 大部分是從 這個 電腦裡面出來的 我知道你在這一塊裡面 你 你非常的睿智 你也做了很多的 一些準備 甚至一些規劃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只是 讓我們做另外一個規劃 因為我覺得你對 台灣的貢獻非常多 如果在你的 在規劃之下 我想這一塊 應該會更重要 是 back up 這個一定要back up 否則沒有的話 台灣現在的 其實比較是溶解 一部分也是虛的 真的也 也不那麼 謝謝 我想今天可能只能現在 對 那如果真的最後 真的都沒有生物疫苗 我們想辦法讓全世界都帶上物理疫苗 這個是我們的back up OK 這個是我們的back up 對 那個 欸 形狀的部分 可能要另外正月一個時間 是 不好意思 那大概 就是可能再跟我們的助理員這樣子 對 因為等一下我們兩點半 還有另外一場 還有一個訪客 不好意思 好